在拜占平時期的教堂是一個長方形 用木造,而且有圓頂的一個禮拜堂 禮拜堂的設計 很視乎到底誰出錢贊助建造禮拜堂 當然最早期只有皇室或皇帝支持 但後來有些有錢人或社會有地位的人 他們亦出錢贊助建造禮拜堂 當然有些有錢人會建造小禮拜堂 由於小禮拜堂装修得非常華麗 如果長大的用材料又多些 相對來說沒有小禮拜堂當時那麼偶偉 慢慢慢慢演變就由於早期教會歷史裏面 都有很多基督徒特別是有名的 教會裏面有地位或者做過一些光光熱烈的事跡 當他們離世之後 當時在教堂裏面都有一些位置放他們在那樹安葬 棺材或者是名字都放在那樹 讓後來的人可以去到紀念他們這樣日 而當時教會就因著有權勢或者政治裏面有地位的人去建造的緣故 變成了慢慢教堂的主導權或者甚至話事權都落在這些人的身上 所以當時就出現了有些情況就是 有一些比較上面屬靈的很想來到教會裏面是跟從認識神的 見到教會慢慢有一種正教合一的情況 而且是有某些人說是 而那些的事又未必是決定得 好像聖經一樣 所以一方面有些人很為到當時這種情境而擔心 更加有些人還是不喜歡去到這些教堂裏面來敬拜 所以教堂雖然在形態上發展得很輝煌 但是裏面卻產生了很多的隱憂 在我們讀教會歷史的時候 很能夠了解當時那個擔心的情況 和今天教會裏面去比較的時候 我們可以學到其中一些什麼的尷尬